各位裝修佬的觀眾你們好 今天生活小百科 裝修佬跟大家講解一下 螺絲和螺絲批的冷知識 各位家庭的觀眾 現在都經常去傢俬店買傢俬回來自己組裝 我往往都會遇到螺絲時批啪 今天裝修佬跟大家講解一下冷知識 希望大家可以以後避免螺絲批啪的情況 現在你看到圖片裏面有兩顆螺絲 上面那顆螺絲很明顯是批啪啪的 對比下面那顆螺絲的啪啪就蝕了 其實什麼情況下會導致這個原因呢 現在看到這幅圖片是一個批嘴和螺絲頭 很明顯看到批嘴是小的十字坑 你見到進去其實是咬不完坑位的 你一出力的時候 小部分的地方受力 你就很容易扭到它塌下 接著來說我們再看看另外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來說它那個批嘴和螺絲頭 是FIT位的 那你們就見到它咬得那個坑位來說 是蠻足的 那你去扭螺絲的時候來說 就非常受力 你就不會有撻碼的情況出現了 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到此為止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